上个礼拜那个范例 其实有同学回去很认真 就再把它改,像上个礼拜我们 像上个礼拜这一题 计算出顿号分隔里面的商品数量 如果说我今天,特别注意 除了说我们可以用什么 上个礼拜是用什么?用找的 找什么?找一直找 找到一个加一个 找到一个加一个 其实这样的方法 比较类似像我们用眼睛看的逻辑 其实像刚刚那一题也可以用 E3来做 也是做得出来结果 只是说可能相对的程式会比较复杂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就有同学回去蛮不错的 会懂得举一反三 以这一题来看 基本上能不能用Split来做 当然可以啊 有何不可以 而且用Split来做更快 怎么说呢? 因为我只要用Split 切用什么?用这个顿号 去当成分割 那他不是Split Split之后的话呢 再丢给一个AR Array去接 那我最后只要再配合一个什么U棒 U棒就可以知道说 他那个阵列里面最后一个的锁引值是多少 他从0开始 就把那个U棒得到的值再加1 放到哪里?放到这里来就好了 OK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基本上程式 如果我今天我假设我不要用那个上个礼拜的这样逻辑写 因为上个礼拜你会发现我们这边还有用什么? 用都海维圈 那其实如果用都海维圈的话 虽然这个逻辑比较接近用那个人的方式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 可是问题 如果 如果假设你要让程式更精简的话 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Splitter OK 这边之后 假设我这边再加一个换个数 商品比数 我用3 那其实我可以 一样一个一个去找 只是说我就是中间这地方 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可以把它Delete Delete之后 其实只要这边 只要再加一行程式 就可以了 那一行程式 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那个刚刚写过的 其实关键就这一行 把它复制 放到哪里? 放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这一行真的是万用的 只是说你要知道改哪里 贴上之后 第一个你要把这边数字改成I 第二个我要切割的话是切哪一栏? 这应该是A栏 所以把A栏改一下 列跟栏改一下 然后面本来是找斗号 那这边改成顿号 OK 顿号怎么打掉? 如果你在顿号你怕打错 因为它有全形 你就把这边直接复制贴过去 也是可以的 而且相对也比较容易出错 我那个符号有全形半形的问题 那就是 意思是说我把它切割开来之后的话 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这个Array 只是说我现在不需要知道说 到底切割开来里面的资料是什么 我只要想要知道说 到底有几个就好了 所以有几个的话我可以知道 把这个Icon的加1 改成什么? U棒 把那个Array的数量 最大的那一个 找出来 后面因为它 因为它从零开始 所以会少1 所以你只要把它再加1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意思吧 所以上面的写法也是OK的 下面的写法也是OK的 不过根据分析结果 当然你一般看 你大概用哪一个方法就要OK 看也知道 第二个方法 简短多了 你说执行效率哪一个会比较好 其实光看行数 其实理论上推理 下面应该会快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跑很多动作 跑很多动作 可以就不用再跑了 OK 所以我讲过了 有时候程式说真的 每个人写的 可能都不一样 另外的话 可能你今天写的 跟你明天写的有时候又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突然想说 对哦 我那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另外用Spritz的方法来处理 会不会用Spritz的方法会更好? 然后就试 就OK 做出结果 试一下就是什么? 要去run它了 那run它 OK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呢 这个结果是可行的 把它试一下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执行 你看一下 有没有? 这边结果是不是 1、10、5、7 好,把它清掉 再用这个 再run一下 1、15 一模一样 有没有? 但是问题哦 这个方法显然那个程式会减短的非常多 当然 如果执行像这样两个程式跑啊 你根本察觉不出到底哪个快 快多少 主要原因是因为比数太少了 所以未来如果那个比数哦 哇 那麽是几百万比 或超过10万比以上的话 那你会慢慢发现 好像下面的程式跑的会快很多 或者是你蓝处比较多 因为你要算的这个蓝处很多 一大片全部都全部都要去做计算的话 哇 那当然你用下面的方法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一些 OK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今天你会发现啊 最大的重点就是两个函数 Split 跟U-bound 另外还有就是阵列的观念 OK 所以阵列的观念呢 一定要很清楚哦 好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那那个阵列哦 我其实强调哦 其实 那个range 我们 初生歌里面那个range 就是阵列哦 只是说那是看得到的 那 那我们现在用speed切割过来的哦 主要它比较难学习就是看不到 OK 因为它切过来之后 除非说你用我刚刚的方法 用什么用问号 空一格 A-R 小瓜虎输入0 有没有 输入1 Enter 它也可以去取得里面的尺 OK 可是 还是相对麻烦一些 但是以后如果你学熟了之后 这个阵列是相当好用的 那其实阵列呢 你可以直觉跟那个range做搭配 也就是以后哦 假设你资料放在阵列里面的话 你将来要输出到任何的范围出阵格哦 其实也是相当简单的事情 OK 甚至有的人是全部先把资料全部都放在 这个阵列之后 再一个一个丢 丢到那个你指定的范围之内 其实也是可以的哦 写法 我想这部分哦 是有很多种的写 所以刚刚计算那个 任何分隔的部分哦 请各位再试试看哦 那我多一个写法哦 试一下